二零二三APEC領袖峰會 今天落幕了 我國領袖代表張忠謀 在美國舊金山召開 國際記者會分享成果 張忠謀表示 雖然沒有和美國總統拜登 進行正式的雙邊會談 但互動是相當的多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則是沒有交流 對於拜習會 張忠謀是給予正面的評價 認為美中降低緊張情勢 有助臺海的和平 而在答謝晚宴上 美國眾議院的榮譽議長 裴洛西與回答董事長黃仁勳 都驚喜先生 主美代表小美琴介紹下 美國眾議院榮譽議長裴洛西 驚喜現身在我A派領袖 代表張忠謀的打謝晚宴 另一位特別來賓 回答董事長黃仁勳也同桌 裴洛西致此時 盛讚台灣是半導體大國 感謝台積電赴美設廠 並強調美國對台灣的支持相當堅實 同時也肯定湘美琴讓台美關係 而張忠謀在領袖峰落幕後 召開國際記者會 各界關注在會議期間 張忠謀是否有和美國總統拜登 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互動 我跟總統拜登 有相當多的互動 但是沒有正式的所謂雙邊會談 沒有跟習主席有任何談話 張忠謀透露 會議會議期間有和十多位領袖代表對話 不少人主動向他請義半導體 也交流了包括區域穩定 經濟發展等議題 而與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國務卿布林肯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布蘭納 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則有正式雙邊會談 至於這回在APED場邊進行的敗習會 張忠謀給出正面評價 認為美中恢復軍事溝通管道 有助於台海和平 能增加台灣的平衡 張忠謀第七度代表台灣參加APEC 與美國總統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各國領袖交流互動 也完成了蔡總統交辦的四項任務 成果豐碩 以上是公視界葉佩甫吳家寶 在美國舊金山的採訪報導